五號中選會公布三組政府總統候選人 個人財報狀況引發熱議 各陣營總統候選人 民進黨賴清德存款兩百一十五萬 背了一千三百八十六萬房貸 還有十三筆儲蓄型保單 而後友宜存款達三千九百五十八萬 兩筆土地三件案 柯文哲存款兩千四百六十四萬 九筆土地六件案 但二月退休沒收入的柯文哲 比起去年財報現金多了兩百八十八萬 他的棋子陳佩琪在臉書貼文解釋 原來柯文哲卸任後 有一筆四百二十二萬是公教保險金轉入 至於三位副手財產申報也很多亮點 趙少康夫妻存款多達七千九百多萬 雙百共三筆土地十二筆建物 名下還有價值三千多萬股票 身家破億 五星印存款只有兩百五十萬 不過持有價證券三千六百多萬 價值八百萬藍寶石和英國房產 至於蕭美琪存款一千五百多萬 一筆土地七筆建物 業有北房貸 現金多而且土地多 股票也多的狀況下呢 其實看起來呢 那趙少康先生呢 平時尤其是過去當中管董事長的時候 應該是交友比較廣闊 過多或少也可以讓大家認為說 他們會不會比較不了解民間幾苦 因為他們的資金比較多 跟一般人距離比較遠 藍綠白不只政治工房身家財產 也成為外界關注焦點 三地新聞黃燕姐 樓派與台北採訪報導 我認為她做得很好的工作 曾道立院探班新婚妻子 吳欣穎的比利時及老公雷諾 大方釋愛 但吳欣穎的財產申報 卻沒把雷諾的財產放進去 她的配偶是比利時的貴族 那這次的財產申報 卻是全部都空白 那不禁得讓人懷疑 是不是漏報了 或者是刻意的短報 今年九月 吳欣穎和雷諾在比利時 富家莊園舉行盛大婚禮 雷諾身穿黑色西裝 搭配灰色花紋馬甲 一副紳士派頭 吳欣穎和外界分享喜悅時 說雷諾有貴族頭銜 婚禮當天 比利時王后也到場祝賀 可見背景雄厚 雷諾的資歷也相當優秀 平面媒體報導 她曾在國際四大會計師公司之一 歐洲的PWC 資成會計事務所 擔任審計主管 還有歐洲電信業者 處理政府部門業務 現職則是瑞士能源集團 主管職 根據財經網站報導 列舉PWC主管薪資 年薪十六萬到三十一萬美元 加上一到兩倍分紅 年薪可達三千萬台幣以上 雷諾目前任職的瑞士能源公司 在當地有大到不能倒的分量 去年營收達五千三百億台幣 她擔任主管 財產應該不會落在 免申報的百萬以下 因為登記時間非常的倉促 而且牽車的範圍相當的複雜 短時間內沒有辦法處理的部分 現在我們已經找了律師團隊 跟中選會來做對接 無形影漏報丈夫財產 近半強調將禁速不見 可見參選之倉促 也對必要嘗試有些省疏 參選張宣傳旭宣傳台北採訪報